電影星際效應當中 太空梭穿越蟲洞跟黑洞的畫面 相當的引人入勝 但地球上到底有沒有蟲洞呢 看這個畫面 有一個女子她被拍到在街上 困在時間循環當中 她的相機準備自拍 可是手卻一直重複同樣的動作 她另外一個女生更怪了 她在街頭散步 突然之間她靜止不動了 但是連她的馬尾 在空中也停在一半的狀態 但是你看 這車怎麼再跑呢 難道蟲洞空間真的存在 就連FBI過去也都曾經遇到過嗎 對 沒錯 我們在這個地球上會發現到 很多現象是我們無法解釋的現象 為什麼這樣說 你可以看到 這是外國的一名女子 她被人在拍攝到她在街上 在街上的時候 她就拿著這個手機要準備自拍 就自拍之後 她就一直不斷地重複 一直不斷地重複 一直不斷地重複 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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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被人家認為說 好像是一直在重複 無限輪迴這樣一個感覺 之前很多電影也有這樣 馬上白天又起來 擺得起來好像一直不斷在 輪迴這樣一個狀況 當然也有人解釋說 沒有 她只是為了要拍好看 無論如何 這是一個蠻詭異的一個畫面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就真的有點詭異了 為什麼說呢 人家拍到這個女子 這就在走在路上 你可以講周邊都在動 結果你看她有個時間點的時候 她突然之間 好像暫時停止的一個情形 大概一兩秒 對 一兩秒 而且你看她腳也是分開對不對 然後你看她的 這個馬尾 後面的這個馬尾 還在飄 如果照理說 如果你不是被暫停住的時候 你應該還是會動 你看她好像就是在當時 暫停的約莫 一兩秒的時間 好像是整個人被凍結在 人行道上面的一個狀況 你看事實上周邊的車子 還是照常在行走 所以就覺得非常奇怪 那怎麼會有這樣一個狀況 好像是瞬間 只有她被定格 周邊的人都還是持續在走的 一個狀況 這就很難令人解釋得非常清楚 除了這個之外 還在加拿大溫哥華這附近 有一個也是很詭異的這個畫面 這是什麼 你看 你拍到這是往天空拍過去的時候 突然有一隻鳥在天空飛 中哥這照片吧 對 不是 它是一個影片 這是影片 對 影片 然後它就懸浮在這個地方 然後它就說 如果它是會飛的鳥 那就算了 其實它是一具鳥的屍體 它就懸空在那個地方 然後它就想說 是嗎 是這樣子嗎 然後它下面一直不斷的看 上面有線嗎 好像也沒有線 對 它一直很仔細把它 zoom in看 然後很仔細的看 它就停在那裡 對 你看它還從很多角度拍 對… 它就很像說真的 它確定說真的沒有任何的線 纏在這個鳥的身上 然後它就飄浮在那個地方 它說它當時看的畫面很像是 它靜止在那個狀況的一個情形 那結果這隻鳥的屍體 在24小時就憑空就消失了 不見了 然後這個畫面會讓人想到什麼 好像是不是 我們曾經看過這個駭客任務 有所謂的母體錯誤 就是說我們看到Neo 不是看到很多 一個貓一直重複出現嗎 對 它會說這好像是一個 詭異的畫面 就是好像是地球的這個 原本被控制的地方的時候 有一個BUG出現 那這會不會也是一個BUG 你的貓又來了 對 那這是一個BUG 那這隻所謂的 空中漂浮的鳥屍 是不是也是一個BUG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 這個好像看起來跟電影情景 有點類似的這個狀況 好多人就想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 神秘的這個事件呢 其實我們知道之前愛因斯坦 還有一個羅生 他曾經提過一個 提過一個叫做蟲洞理論 重點就是說 我們可以從一個地方 來到另外一個地方 而且時間可能也可以暫停住的 一個叫這個理論 就是瞬間移動 可以穿梭空間的意思 對 沒錯 而且在那個時間點裡面來說 時間也是可以互相的 Match在一起 也是可以凝結住的一個狀況 那個叫做所謂愛因斯坦羅生橋 事實上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有這個加州理工學院的 物理學教授 他們這團隊 就用所謂的量子電腦的方式 用Google量子的電腦方式 他們實現了一種叫衝動隱形 這個傳太的協議 也就是說類似是做出了一個 人造的衝動 你看這個人造衝動 就是類似這樣一個畫面 它可能是從某個地方 到某個地方的時候 就好像只折起來的時候 這個是距離最快的這個時間 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 你也可以看到 這個電影的星際效應 很多電影都有講到 類似這樣一個狀況 這個到底是真還是假 到底在我們地球上 有沒有發生過 這種那麼詭異的這個現象 在人世間可能是十年 然後在那個衝動裡面 可能是一秒鐘這個時間 是有沒有可能 好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實際上還真的有類似 這樣的一個這個報導出現 真實事情 這是什麼呢 這裡有一本書叫做 《失落的地球真相》 這本書其實是一個 杜錫納馬爾寫的一本書 那這本書他寫的就是說 把地球很多未知的這個狀況 他依照他過去的這個工作經驗 他曾經在什麼地方 他在羅馬尼亞軍方的 零號部門工作 他就負責調查 所謂的超自然事件 如果我們喜歡看這個超自然的話 你就看類似的X檔案 類似這樣 他可能就在那個地方工作 然後就說他揭露一個故事 就是說類似這個 蟲動的這個故事 那這是什麼故事呢 他說他這個故事不是他瞎 他說他是看德國的檔案報告裡面 看到一個狀況 好 那這是怎麼發生的呢 在德國的巴伐利亞 有一個老公寓 這個老房子 這老房子大概約莫是300年 就類似是這樣的300年 那個當初政府已經要把這個地方 做一個這個區域的改造 類似我們都更這樣一個狀況 那當他要找這個屋主 就是屋主一直不同意 那一直不同意 他覺得奇怪 然後跟他打官司的時候 後來就告上他 去打官司 就打官司的時候這個屋主都沒有出現 他老師都是用所謂代理人 就律師來 律師也言之少少說 我看過這個主人 這主人是繼承而來 他的確是有這間房子 可是問題是一直沒有看到他 那一直沒有看到他的時候 他們就想說好 那我們就找這個屋主 來好好溝通一下 好 就2005年的4月的時候 結果他們在這個要跟屋主見面 所以他們就在那邊 裝了相關的監控錄 就想說可以看到他來的時候 去找他 補他一下 我們就來這樣子 好 就會這樣 他們居然監控到 好像儀式主 這個屋主的主人出現了 他想說好 那就等他出來 我們不能破門的路 他有進去對不對 我們不能破門的路 他又沒有做什麼事對不對 然後他在屋裡待 我想說等他出來好了 結果他居然待了四天 然後四天就走了 結果他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個房子 他們之前已經看過 都沒有什麼東西在裡面 然後他在裡面待了四天 四天他好像也沒吃什麼東西 都兩手空空的進去 沒有買東西吃到什麼活 你怎麼活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好 那結果他們還繼續在監控他 對 就去監控他說 人就好像憑空消失 不見人意 結果後來他們還是 後來就德國秘情局就說 那我們來查查看 到底是發生什麼回事 所以難怪這個杜希娜 可以看到 就是從這個特勤局的文件來的 然後又說我們等了兩個月 結果兩個月之後 突然又有一個人出現 然後這個人 不是原本他們看到那個屋主 這個屋主是這個 這個人是一個身形高大 而且背得小背包的一個中法的男子 對 然後結果他們想要過去去找他 結果這個男的又不見了 他們覺得很奇怪 但結果他們覺得 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於是他們就受不了了 決定說我要破門而入 結果他們就一堆了 就準備要破門而入 準備要進去了 好 就是這個時候 好 我們轉到地球的另外一邊 在底特律這個地方 對 我們先賣個關子 對 美國的底特律這個地方 美國FBI 當時也在追查一個嫌疑人 他就是一個中法的男子 然後也是弄個黑背包 然後也是體型非常高大 怎麼好像跟這個人有點像 對 然後他們追蹤他 追蹤了非常久 追蹤非常久的時候 他們就說 他們就說從2003年 他們就已經開始追蹤他了 結果他們老是都被他跑走 他們不知道他跑到什麼地方去 然後一直不斷的找 不斷的找 終於 突然有一天 這個男子 他們追蹤到這個男子的時候 他就來到了一個郊區的 房子這個地方 地點在底特律 底特律的郊外的一個房子 這個地方 然後他就進去那個房子 進去那個房子的時候 美國的FBI 當然也在那邊等他 等他等他等他 等他沒有出現 那沒有出現怎麼辦 他們就想這個嫌疑人 如果再讓他跑了 以後我們就真的抓不到他了 所以他們就決定說 那這個FBI呢 就駱槍實彈 就準備衝進去那個房子裡面 就衝進那個房子之後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他們看到一個門 這門的時候 這我們美國這邊是亮亮的門 這門的後面是暗暗的 也有亮亮的 也有亮亮的 他是不是從這個門穿過去 就他們就準備要破門而入 進去的時候 他們說FRIZE 這個不要動 不要動 然後他們就拿著槍 那個犯人應該在那裡面 就不要動 結果他們耳邊傳來的是 另外也有人家他們說 不要動不要動 雙方都是 他們看到的是誰 他們以為是看到那個高大的 中色的男子 不是 他看到的是 德國密青局的人在對面 對非要你拿著槍 就講的是德文 對 德文的這個不要動 然後他們是美國的不要動 雙方在那邊對峙 所以雙方這樣串起來 代表說這兩個地方 美國的底特律跟德國的巴伐力 但那個時間點 連在一起 而且是被那個門 就連在一起的狀況 所以他打開那個門的時候 就看到就是德國密 這個特勤局的人 跟美國FBL 他們就撞在一起 這是一個蟲洞 對 然後就這樣 就雙方這樣子 結果你知道 他們就當然覺得很莫名其妙 所以他們就衝進去的時候 你看 我們用他們事後回想 這是檔案裡面講的 然後六名特勤人員拿著槍衝進去 然後就是看到對面的槍上 有一道門 一個門 對 門 然後那時候的門 旁邊的 因為那時候已經有人在喊話 他們想知道 忙就在那裡 結果他們就準備 結果他們看了門 就看到另外三個賀槍實彈的FBI 然後雙方就拿著槍 互相對準這種狀況 一定是一頭勿水 對 所以這個檔案 就寫進了這個特勤局裡面的 這個檔案裡面 好 那我們其實比較好奇的是說 那他經過蟲洞的時候 是什麼感覺 因為我們人都一定很好奇 你這樣穿越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你難道沒有任何的知覺 他說很奇怪 他說我們進去的時候 當時的時候外面是下著雨 而且一片漆 德國特勤隊說的 對 但是美國那邊是中午 所以他們到那個地方 所以他們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真的是可以看到 這個陽光燦爛的藍天板 不是假的 就打開門的時候那一邊 真的是底特律 對 真的是底特律 而且他們說他們跨越這個 時空之門的時候 他們覺得說有點刺痛 那時候的這個手 他就有點說好像被觸電到的那種感覺 這樣感覺 而且他說那時候他看了他的槍 有發出這個火花 所以他等於再經過一個 這個可能磁場很便宜的狀況 然後就過去了 所以這個檔案就被寫進去 好 那後來當然人家就說了 其實這個蟲洞 按照我們目前的地球人 已知或是說我們目前人類 已知的這個蟲洞 其實有幾種的方式 什麼方式 就是固定的傳送門 像這個 像就是說什麼 我可能從某個地方到某個地方 是固定的 那這有沒有這樣 當然還是有 可能類似這個底特律到 這個所謂巴伐利亞 可能就是這樣子 對 有一個門 這個中型男子 中法男子 可能就用這樣互相來傳出 另外還有多項 就是說他可能就像 哆啦A夢這樣 他可以到任何地方去 任意門一樣 對 這樣一個狀況 那當然這也是一個狀況 另外還有動態傳送門 叫做地球蟲洞 也就是說 他其實是不確定到什麼地方